造成两死三上的潮州特斯拉刹车事件终于有了法院审判结果 以查明与车辆无关 特斯拉胜诉 虽然鉴定报告警方未公布 但是审判结果说明了一切 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书中表明 可以排除特斯拉因制动转向装置故障而导致事故的可能性 要知道此前网络上曝光的EDR数据中 也就是汽车的黑匣子 这个黑匣子有技术的加持 任何机构以及车企都无法轻易篡改数据 而且特斯拉本身是不允许打开这个黑匣子的 只能第三方机构来打开 报告显示 在事发时间段 车辆电门被长期深度踩下 并一度保持百分之百 刹车踏板一直处于off的状态 说明全程没有踩下刹车的动作 全程的车速都是160公里左右 狂奔了两公里 当汽车方向改动的时候 可以看到车身稳定系统是有打开的状态 最后是以163公里的时速撞击见读物 造成两死三伤 车主自己竟然无大碍 如此高速的撞击 Model Y的A柱没有变形 这是事关重要的 他真得感谢特斯拉给的条命 要知道在这过去的一年中 大家谈到特斯拉 就首先想到刹车安全问题 但这也无法阻挡特斯拉车主人的口碑相关 销量也是遥遥领先 说明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思维判断 而不是听风是风 听语是语 同时那些造谣特斯拉刹车失灵的抖音自媒体 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发布道歉声明 并置顶30天 向特斯拉赔偿3万元 也算是还了特斯拉以及马斯克一个清白